他在Wake Forest的时候协助这个学校拿下了ACC在Regular Season的冠军 当然Wake Forest在41年里面都没有这样子ACCRegular Season的冠军 三分外线有了 Nasioni Nasioni也是一个可离可外的球员 这个三分球帮助共同队现在追到直下9分落后 22比13回到小牛的进攻 Wake Forest又要切到新区了 这个球转一圈之后再出来给到Stackhouse 再给到底线 让乔罗在外线的出手 这个球过场 在篮板的时候才当笑音响 又要缺乳酪店的犯规 Dampier在球季刚开始的时候没有办法打球因为脚受伤 可是你看他回来以后 其他的这个不管是经验值或者卡位的或者鞋房 都来比这个Job来的成熟一点 现在回到这个休息室也接受队友的鼓励 确实在第一节Dampier在防守和篮板 这两项算是他这个强项做得蛮好的 现在把Job给换回场上 到手比13 罗西帮Health做一个掩护 在发动线 反正直接要整个出手 没劲 篮板球跳真是高 Ban Wolf在过去的三四场里面有点回春的迹象 当然这个攻击队真的需要他在防守和篮板方面的协助 才有办法要保护 他也是多进的年度最佳防守守远 一共拿了四戒 罗西帮在过去的八场比赛里面 他这个平均篮板是11.4次 这个是公牛队期待的 还是公牛队底线球 公牛队现在也把这个Savalocia给换上来 切到篮孔底下要单打出手没有进 挑战对方两位常人的 不聪明 罗西帮Health在今年的成绩来说 所有公牛队的先把五人里面 他的投篮命中位会得出算是比较正常一点 罗西帮助手又有 罗西帮助手又有 罗西帮助手在第一阶级拿下了12分 罗西帮助手一个人得分的比现在公牛队全队只少1分 罗西帮助手 罗西帮助手再给他丢好 Savalocia 三位球员在外围游走 罗西帮助手 那 authenticity 湖顶头三分 这个球犯观 要来罚3球 罗西帮助手 人家市 tenth百分之类 目前为止是整个公牛队孤其唯一的闪亮的一个点 其实前面就砍尽了3分球了 我小sto Emu voro在第一节 J Το和我目前空向12分 小牛队持续保持分剩 背景 吹 在第一节这上 小牛 Fe cleaned 在第一节 films 得 你 没有错 Josh Howard其实啊 他真的是在这个小牛队里面 可能是被认为这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你可以想象 Nevisky他不稳的时候是谁跳出来 板凳上算有Jason Terry 或者是这个老大哥可以带领一些球队的士气 可是你看到稳定的得分 Josh Howard的确还是比较丑当一点的 那上个球季的明星赛呢 Josh Howard也入选 不过当时是因为Steve Nash 以及Alan Everson两个受伤的关系 他在最后关头逮捕入选 不过他入选之后 Nevisky有帮他说话 他认为说Josh Howard以他上个球季的表参 选择中赛绝对是OK的 没错 这个的确Josh Howard其实他在NBA选秀里面 也算是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 因为好像他被小牛队选了以后 没有太多人认为说他会成为 什么样子一个球员 可是他大学的时候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手 他当时是这个ACC的MVP 而且是unominus league 就是所有的票全都投给他 上一个上一次ACC有这样的成绩是在1975年 当时是David Thompson Josh Howard2003年选校会 则是第一轮第29的孙位 这孙位也是有点尴尬的 24比16刚刚拿Seo宁的三把都拔进 球方目前是8分差距 在这几年的成长里面 Josh Howard证明他应该是Lottery Pick中间的一拨 南里西亚能够死要单打没有进 但是另外一边Chop把球给放进 今天在第一节的是小牛队真的是抢到蛮多的进攻篮板 特别是应该算是公牛队把大门敞开让他们攻 他们比较擅长的东西在这一节完全都没有看到 自己不擅长的东西一直在出现 Newham再给到Nasioni Nasioni的三万线又拔起来了 第二个三分球 目前Nasioni拿下9分 真的是这段时间 唯一在公牛队方面有任何的攻击上的表现 Nasioni算是最稳定的 这是为什么呢 他在11月是当水的公牛队 他自己本身球团里面 11月的MVP 29比19 现在回到了7分的差距 Stack out 这个球会试过 而公牛队给超走 前面有快攻聚会 球球就往外给 三分外线公牛队又再次出手 没进到篮板球 最后还是被公牛队给掌握到 Nasioni又进来了 这个球再把球出去 打的是很有耐心的 Nasioni在四度的接到球 又赢三分 United Center要开始有一点点